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这个视频,我们将会学习的是 三年级科学 单元石 机械 在学习了今天的影片过后 学生们能够通过模型 描述定滑轮的操作方式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活动本的第八视野 B项 下图显示一个定滑轮 第一题,滑轮是由什么组成的 填一填 我们来看一看A箭头所指向的部分 那个是什么部分呢?同学们 A指的是有槽的轮子 同学们把答案写进活动本里面去 有槽的轮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图片中 B指的是哪个部分呢? B指的就是绳子 把答案写进活动本里面 B的答案是绳子 另外值得注意一点的是 定滑轮 滑轮的位置呢 是在 物体和人上面 就像图片中那样 接着下来 我们一起来完成第二题的 填一填 来,同学们 在他没有开始回答问题之前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那五个词汇 第一个 固定 固定 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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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草 草 重物 重物 链条 链条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个部分 滑轮是一个周园有什么的轮子 答案是什么,同学们 答案是什么 是 草 草 滑轮是一个周园有草的轮子 需套上什么或者什么才能操作 所以,同学们 所以,同学们 第二个空格和第三个空格应该填上什么答案呢? 想一想 答案就是 绳子或者链条 需套上绳子或者链条才能操作 使用定滑轮拉动什么时 滑轮的位置是怎样的 所以,第四个空格和第五个空格又应该填上什么答案呢? 请同学们想一想 答案就是 使用定滑轮拉动重物时 把重物呢,写在空格里面 滑轮的位置是固定的 所以,第二题填一填完整的答案是 滑轮是一个周园有草的轮子 需套上绳子或者链条才能操作 使用定滑轮拉动重物时 滑轮的位置是固定的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那么,在还没有关闭这个视频之前 请帮忙老师按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这个影片 谢谢大家的合作 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